这是我买的二手电动车 今天是我骑二手电动车全国游的第三天 很多人担心我骑这个电动车在南昌市会不会被抓 会不会寸不难行 首先咱这个车是有电动车牌照的 骑翅呢戴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 反正我这一天骑遍南昌是没有碰到任何问题的 今天我的目的地是九江市的永修县 距离南昌市大概43公里左右 我的小车平均每小时22公里左右 两小时就可以到达 到达永修县正好可以赶上吃早餐 点了一份他家的特色咸豆腐脑 发现这个辣椒酱特别好吃 拌在豆腐脑里特别的有味道 虽然永修县离南昌市不远 但是这个拌粉一出了南昌市价格就不一样了 看来南昌市的拌粉全国最便宜 是不争的事实了 永修县隶属于江西省的九江市 位于江西省的北部 九江市的南部 全县总面积1947平方千米 达15个乡镇 总人口39万左右 永修县是干江新区的重要组团 距离南昌市38公里 距离九江市80公里 永修县城距离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仅18公里 距离南昌西站 仅仅只有40分钟的车程 甚至我骑电动车 从南昌市往永修这边走的时候 看到一路都在修地铁 我感觉地铁都快要修到永修来了 虽然永修县是履属于九江市的管辖 但是我感觉永修的说话口音和南昌市说话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我在想永修人应该出行的话去南昌市 比去九江市的更多一些吧 永修县城虽然不大 但是我在这里简单的逛了一天 发现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 光县城里面的公园都有好几个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湿地公园 晚上吃完饭以后 我骑着电动车 绕着湿地公园转了一圈 感觉特别的舒服 所以在这个县城生活应该会很安逸吧 晚餐的时候发现一家特色腰花馆 点了一份腰花猪肝粉 浅尝了一口 发现真的很好吃 不知道这家店在永修有没有名 反正我感觉真的很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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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